好 目前正是下班下课的交通尖峰时刻 那么在台北市呢 因为节能减碳 骑单车的人越来越多 而其中台北市推出的U-Bike 现在活得不得了 热门时段一味难求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单车是不能够骑上人行道 以及搬马线的 否则最高将被开罚600元 像这样骑自行车 在台北街头爬爬噪的人越来越多了 微笑单车U-Bike超级夯 营运一个多月 注册会员数近5万 租借次数达15万次 最夯的时段是每天放学及下班的时间 最夯出租点前三名 则是捷运市政府站 捷运国父纪念馆站 和载汉应变中心 简直是一味难求 不过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一不小心骑错了 可能就会出发 但你知道会开罚多少 不知道 今天到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骑 骑在人行道上 左边的这个是错误示范 骑在旁边的人车共道转用到 才是正确的 另外如果骑在板马线上 也会挨罚 远警如果发现有自行车违规的行为 就会主动的拦他劝导 或者是去递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 自行车等于慢车 驾驶人在人行道行驶的话 将处新台币300到600元 不过自行车没有车牌 难以举发 违规行驶人行道 虽然从去年至今只开罚了48件 但自行车车祸从去年统计到现在 就有961件 不止政府要多加宣导 民众也应该注意 以免让自己不但触法 也暴露在危险之中 中间新闻续续话 黄元渊台北采访报道